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不愿意改变 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胸口减痞的时候 不能忘记你疼 结果今天你的减痞都扛下来 你的结痂被人家尻下来了 对不对 姜老师何以见得 等一下我告诉你几档股票好不好 等一下我请那个编辑塔帮我准备一下 我要练几档股票 他帮我打一下 姜老师告诉你 为什么这些股票也没有做 我昨天都提醒你了 千万不要忘了结痂 对不对 不是忘了结痂 伤口结痂就忘了痛 我知道那个痛真的很痛 这样了解 所以我相信你现在坐在盘前 你一定会觉得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话 如果你有赚到钱你会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没有赚到钱 你现在一定在做这件事情 你在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来姜老师跟你分享一下 不要为了失败而找借口 而是要为了成功找方法 我再讲一遍 真的不要为了失败而找借口 而要为了成功而找方法 今天是不是开高走低 对不对 很讨厌 一开高一追高完之后 就开始往下掉 对不对 我相信你现在如果追高大赔的 你现在是不是很抱怨 对不对 都是安装安装 姜老师跟你说实话 我找盘跟你一样 我也是去追多单 而且我还加码多单 但是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还是要赚钱出场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还是一句话 不要为了失败而找借口 要为成功而找方法 你今天追高 结果赔钱的 你以为是怎样 都是大力光 大力光的财报不好 安装都安装 第二 都是送借口 要什么跳出来选记 公民董那些选不得 安装安装 你是不是这样想 不要这样子想好不好 我们再做指数 心中把那些东西都丢掉 那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贴着盘面 盘面墙就做多 盘面落你就翻空 不就得了吗 这样了解吗 请问一下你赔了钱 宋楚瑜要赔给你吗 你赔了钱大力光的财报 哪一天会编列财报说 编列一笔预算 都赔你三十万吗 会吗 不会啊 所以你干嘛要这样子想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动作真的很重要 姜老师跟你说实话 我刚刚一开始就跟你说实话 我找盘也是追多 但是为什么我后来 我们可以靠回来 我等下秀给你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正确的方法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提醒你 先静下心来 不管你是机会做不好 还是你股票做不好 你就先静下心来 听姜老师慢慢跟你讲 观念真的很重要 你看哦 时间过了五分钟了 快要五分钟了 我也没有跟你讲说 姜老师很准 我也没有跟你讲说 我们的软体很好用 不像其他的老师 一上台就跟你说 好 我的工区 在这个地方出现什么 怪力讯号要放空 下来又200点 又500点的 那真的很low 你知道吗 我真的要解决你心里的问题 好不好 你心里面的问题绝对是 你今天追多之后 为什么没有办法翻空 那翻空之后 为什么没有坚持到底 你的问题是这个东西 我等一下会跟你讲 好不好 所以听姜老师劝 姜老师肚子里面 真的有东西 我真的懂交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所以我知道用什么方法 来帮助你 OK吗 所以还是一句话 六主会能禅师说的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密感无不通 有没有发现你今天一追多之后 结果开始赔钱的时候 你就开始乱的方寸 都是安装安装的问题 都是大理官的问题 都是松草务的问题 都是国民党的问题 都是什么西兰骨头的问题 结果呢 你每天想的东西都是肉的东西 肉的东西就感无不通 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 你就赔钱了 了解没有 六主会能禅师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先让你的心定下来 OK吗 OK的 好 开始要解盘给你听了 花了五分钟 先跟你讲一下情绪的东西 因为这个真的实在太重要了 无敌重要 好不好 所以我们来开始解盘 直接用工具了 我不要讲技术分析了 来 给你看一下 这已经是第几天了 你知道吗 你的老师 你的朋友 你的醋鼻桃味 你的上面的小王 下面的小民 告诉你说低点到了 有没有 你知道吗 从这一天开始 到今天已经二十一天了 请问一下有猜对过吗 有吗 有吗 没有啊 为什么 还是一样是蓝色的K棒 今天老师是不是跟你讲说 空方趋势 不要去找止跌点 你知道今天真的很可笑 下来的过程当中 我跟你讲 这是诱空 这是诱空 这也是诱空 这也是诱空 今天破底了还在诱空 你跟我说好了 要诱到两次好了 你就打电话问你的老师 老师他诱到什么时候 可以吗 你可以问他这句话 你了解了吗 顺势很重要 不要去猜低点 今天老师真的也不知道 我如果有本事告诉你 低点在哪边 我一定会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低点在哪里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 就顺势就好了 下一根K棒 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啊 今天老师不是这样教你的吗 二十一天了 没得落差了 这样了解吗 二十一天了 了解没有 所以如果这二十一天以来 你每次在那边低接股票 低接股票 低接股票 有时候真的 我能帮的 就坚持于此了 这样了解 所以今天老师真的是 语中心肠 所以空盘趋势仍然持续 没有改变 顶多护盘的那只手 那只Hello Kitty 真人讨厌 他只是被空盘趋势 变成是一个横盘整理盘 而已 还没有转多 我没有跟你喊过多 不就是这样吗 OK 所以大盘 我们就解决到这边 好 那我们开始要讲当冲了 要开始跟你讲了 说佳老师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今天当冲 应该是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来 昨天是不是告诉你两个数字 原本是框起来的 结果发现多方结结败退 有没有发现多方结结败退 第一个关卡也守不住 第二个关卡也破了 所以你就知道 今天真的是要偏空了 对不对 来 第一个关卡85X4 正确答案是8524 对吧 没有错吧 今天老师直接念给你 昨天最后 最后要ending的时候 我还叫你抄起来 我没有盖牌 8524 然后下缘是84X0 是多少 8430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 就从8524这样一路 砰砰砰砰砰砰 跌到8430 砰又下去 没有错吧 对吧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 很明显的 两个数字完全跌破 那你觉得要偏多还偏空 用你的脚头 我想也知道要偏空 那了解 方法真的很重要 就这几个方法而已 我不喜欢跟你解什么大盘 什么总金不总金的 公话拍天 我真的不懂 说实话真的不懂 我公科的我也讲书别人 但是我光这几张 我就可以赚钱了 你就为什么不要学 了解 了解 所以请你把它记起来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开始看工具的画面 为什么今天应该运用工具 应该是要赚钱的 或者是安全下装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 我们要看懂价量关系 当你看得懂价量关系 剩下的就简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老师把他丢到哪里去了 好 起家 有时候PowerPoint太多张 也不是办法 找都没有 就是这样 一定要看懂价量关系 对不对 你看今天的高点 8579 开高市大家很开心 对不对 我知道我也很开心 我相信应该有机会 可以往上拉 结果85241跌破 之后一直往下灌 一直往下灌 一直往下灌 而且最低点竟然灌到8366 你看这个高低价差快要 200点 如果你今天追多 不认输的 沿路下来一直接多单 你现在你手边的多单 是不是狂赔五六百点 但是你还没有处理 对不对 江老师没说错 对不对 我们拉回来 江老师不是一直跟你讲过吗 只要沿路下来 或是沿路上去 我们一般散户朋友 来 四个毛病 来 看错方向 不是的停损 加码单评 凹单流仓 对不对 你今天是不是四个全部都犯了 你现在手边一定一大堆的多单 而且是大赔 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 看完就知道你就知道 真的不能这样一路接多单 来 今天是谁控盘 空方控盘 只有前两根是多方控盘 我就是被这前两根的多方控盘 吸进去做多的 但是江老师不是笨蛋 为什么 因为第三根K棒 它就已经变成是空方控盘了 我就开始紧张了 这时候就开始要阿伯阿浪杠了 来 大户你会没有发现 也是前两根是做多 我也是因为看到这个状况 跳进去做多的 但是第三根K棒 大户在做空 一样 不能空 也是要把它放空 期货散户 你没有发现 散户沿路接多单 请问一下今天大跌了一两百点 请问一下 这样散户怎么会赚得到钱呢 你了解吗 所以还是一句话 没有方法请你退场观望 我们不要说工具可以赚多少 好不好 我们就想工具今天可以帮你省多少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先解决 可以帮你省多少钱 来 我们看一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我们就不要看K棒颜色 我们就看这个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 是不是空盘空盘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 是不是大户做空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 是不是散户再做多 来啦 如果假设 你永远都要待在散户这一段 有没有 你今天一定是大赔出场的 不就是这样吗 那有简单吗 简单明了易懂 最起码你不会赔大钱 光看这几个筹满 就知道 简单明了 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跟你讲说 你现在心乱如麻 我知道 但是我一定有方法 可以帮助你 把你的心乱如麻的心情 先平静下来 剩下的就是看 你要不愿意改变而已 你不愿意改变 简单明了 真的也没办法 你了解 所以这个是工具的画面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简单明了 要怎么做很简单 简单老师跟你讲 我不是跟你说实话吗 我也是冲进去做多 而且昨天我还留空单 我空单平常改做多单 了解吗 我也是跟你一样 但是为什么今天 我们竟然可以 连本代曆把它抠回来 不是在落差的 我们看一下 第一笔单 8点47分的时候 很强势 我跟你一样 我看到的筹码也是偏多 请在8560 把破断空单回补 而且在8560 建立多单 当充的多单进场 资金一成即可 对吧 对不对 简单老师跟你的动作是一样的 因为很强 当然要进去做多 好 做多完之后 沿路的往下掉的过程 为什么 因为K棒的颜色还没有转弯 那我是不是说 那我是不是再来 给他加码一下 简单老师就做了第二个动作 就是做小加码的动作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在这边 9点23分 请会员预挂8515 当充多单加码多单进场 资金一成 为什么要加码 因为K棒的颜色还没转弯 OK吗 还没转弯 还是红色的K棒 所以简单老师当然就给他做加码的动作 好 那加码完之后 你也看到 K棒的颜色转弯了 对不对 一转弯的时候 当然要告诉我的学员 对不对 不可以熬单 简单老师可不是会熬单的人 看错方向 K棒再转弯 不要客气 就给他洗过就对了 来 我们看一下 8点 8点 对不起 在这边 来 9点32分的时候 K棒开始转颜色了 对 请8480把所有的当充 多单全速退场 因为K棒在转弯了 有没有发现 简单老师不是个死多头 我也不是个死空头 当我看错的时候 我一定会停损 就这样 来 这些多单全部拼掉了 拼掉完之后 开始要尻钱回来了 对不对 当然要冷静 冷静完之后 来给你看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把钱给他尻回来 让你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 有时候你真的还是要佩服简单老师 真的有时候 你要转弯一下 一转弯其实什么东西都OK了 来 我们看一下 开始往下掉了 对不对 9点33分的时候 请会员预挂 8475破断空单进场 而且是直接压两成的资金 为什么 因为既然连破了8520 还往8430前进 然后筹码都是偏空 当然就直接给他压两成了 对不对 好 压完两成之后 当然就是要给他抱住 所以简单老师提醒我们的学员 因为今天台股变化比较快 动作也比较快 所以一定要跟上 OK吗 好 来 最后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我们看对的时候 简单老师会做什么动作 11点05分的时候 即将跌破8430的时候 请会员试驾放空加码 破断空单 资金一成 请问一下江老师 要扣几成了 三成的资金 你都知道 第一笔单是8475 第二笔单是8430 要破的时候 加码空下去 尾盘的时候 收哪边 8390 做什么动作 明天再告诉你 如果明天 如果没有放假的话 请问一下 这样安来抢去 有没有把早上陪的 跟昨天陪的 全部都连本带力扣回来 我常跟他讲 当你方法对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运用正确的方法 就是为了大赚小赔 不是要告诉你说 我很准 江老师不喜欢哪一样 因为我只是要告诉你方法 对了 什么事情就OK了 没什么好紧张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还是一句话好不好 听江老师唠叨一下 真的听了 听江老师唠叨一下 因为我喜欢跟你 沟通心里面的问题 因为工具很好学 剩下是你愿不愿意 放下你的心房 把你的心交给我 运用正确的方法 就好了 只是插这个东西而已 你不愿意跨出去那一步 我也没办法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要为失败找理由好不好 不要为失败找借口 而要为成功找方法 今天江老师不是展示给你看 真的成功的方法真的可以 正确的方法真的是 可以把你之前赔的给他 尻回来嘛對不對 所以六祖慧能禅师说的很好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穷心而密 感无不通 看一下江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就这么简单 所以等一下广告先 不管无论如何 你今天是赚钱还是赔钱 都无所谓 先静下心来 想一下江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球马了 其实连去两天 三大法人都站在了 买方 今天是不是反手了呢 好的 其实反手的时候 大家应该会很害怕说 他会不会卖很多 其实我刚刚一开始解盘 忘记讲一件事情 其实外资法人 他不是他不卖 我常跟你讲 不是他不卖 是他卖不出去 是真的他卖不出去 所以他必须要慢慢卖 所以你就会发现 现在台股真的是你虐盘 你知道吗 一只手叫Hello Kitty 另外一只手叫外资 就是这样 没办法 台股就生病了 没办法 三大法人总共卖出了41亿 三大法人总共卖出41亿 所以其实卖不多 所以我们就稍微中心偏空来看待 那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们就尽快的把它看过 来 取握的部分 加空了3900 所以进空弹达到了8400 然后加空了1100 进空弹达到了3400 又到了高水位 所以这个数字 就直接偏空思考了 两个数字 一个是中心偏空 一个是偏空 一个是偏空 选择前 偏空操作了2700 偏空操作了1100 加加减减 又到了12万口以上的 进高水位了 所以一样偏空 所以三个筹码 两个偏空 一个中心偏空 来 再让你加一个 Poco Ratio 越来越空 昨天0.72 今天0.67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要怎样说 要怎样 你看看 Hello Kitty不敢接了 以前不是下来的时候 Hello Kitty都会接吗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整个盘是在变化 我真的不骗你 盘是真的在变化 所以你要跟上来 不要去猜低点 好不好 你越猜低点 我真的 我真的会越害怕 你真的越猜越低 你满手都是 不知道要怎么说 随便了 算了 不要再讲了 好不好 老师真的很容易 因为我是双子座 我也容易多手善感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你赔钱 OK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大盘日线起的K棒 仍然是蓝色的K棒 没有改变 还是蓝色的K棒 所以这21天以来 我相信运用工具 真的可以保护你 可以帮助你 剩下就是愿意 你愿不愿意 用正确的方法 来帮助你判断多空了 所以第二阶段 简老师就 K棒颜色跟大家交代 那今天股王大力光都跌停了 那也是让整个台北股市的士气都掉下来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如果你有看齐海论坛的话 我们的网友真的很聪明 他就说 简老师 今天3008的大力光是不是 已经第二期了 你聪明 你真的聪明 当他第一期的时候 我有提醒你 变成第二期的时候 你就开心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要请导播帮我上一下 他日内走私图 我不曉得是编辑台 OK 好 来 我们看一下这几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 3665的F帽连 我们来看一下 跌停板 我是不是有告诉你 不要伤口结痂 就忘了痛 今天跌停板 汽车概念股 刚刚刚 对 你要跌下去 航就掉下来了 第二档3008的大力光 我告诉你过了 对不对 对不起 不应该这样讲 整个个股 高价类股 或者是强势类股 整个在转弯的过程当中 我跟你讲了四档股票 对不对 一档叫大力光 第二档叫洪杰科 第三档叫乱论 第四档叫充态 对不对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现在你又没有发现 3008的大力光 越来越靠近二期了 我等一下修给你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运用K棒的颜色 真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该散还是请你散好不好 来 3481的群创破底 了解吗 不 人家要10块 来2409的友达 10块都收不到 你看到吗 有可能吗 真的 很多人问我说 江老师那个友达 会不会跟之前的圣伙一样 我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知道 我不可能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他现在是空方去世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从十几块开始到现在 我还是要 必须要这样子告诉你 即使他跌得再低 我还是要这样告诉你 你愿不愿意改变 你决定不是江老师决定 来 5490 同亨 有没有发现 跌得有够惨 还是跌停板 3658 我们看一下3658的什么 汉围科连去四天 有看到这九价区连出来 六四天的没有 没有嘛对不对 来3105的稳帽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不要忘记了 伤口结痂 不要忘了痛 真的是这样 昨天这边也PA 那边也PA 这边也PA 每个人都在PA 不是要P什么东西的 有时候真的想想 真的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有时候 也许 也许 也许他们真的知道低点在哪里 也许是这样 我可能是误会了 但是就以我的门派 我还是建议大家 顺势比较好 因为下一根K棒 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我永远都必须要告诉你 很多人都问我说盘是怎么走 我告诉你 两只 两只 就是说 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真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K棒的颜色 这些股票 是不是蓝色的K棒 真的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摸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3665的F帽连 如果你有K棒的颜色 你会去摸它 你不会觉得这就是大力观的翻版吗 有没有 3665的帽连就是长这样 之前的大力观不是也是长这样吗 结果你会没有发现 现在大力观 越来越像洪杰克了 对不对 8086的洪杰克 有没有越来越像了 有 拿完了之后 除了3481的群创 以沿路再破底 2409的尤达 哪一天K棒颜色有改变过 完全没有改变过 这样了解吗 所以假设你现在手边 有那个第一期正在行程的 你真的要赶快处理 如果假设它变第二期第三期 就很难处理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2409的尤达要砍还是不砍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要砍还是不砍 了解意思没有 越拖越久就越难处理 越早处理就越好处理 这样了解 江老师有哪些是第一期的 来给你砍你看 1536的核弹 有看到吗 又在那间 你就不要让它掉下来 如果你让它掉到平台底下 你就知道法人的尤达 已经卖得比你还中 我跟大家讲真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不会跌 了解没有 除非K棒的颜色 它有本事转弯成黄K棒 或是红K棒 否则我会告诉你 它就是3008的翻版 为什么 1536的核大涨这样 3008的大力光 之前不是也在那边拖吗 拖吗 跌破平台 下来了 了解吗 所以正确的方法重要 我不会跟你解基本面 我就跟你说过 基本面我根本很弱 超级无敌弱 但是技术面我是强的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说 接下来它有可能走哪一条路 我就知道说它可能走这一条 或是走那一条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就一定要撑 一撑一撑一撑 撑到最后面 真的就没办法挤了 了解吗 所以还是一句话 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还是一句话 不要去预设立场 很多人都在拆低点 很多的老师 很多的观众朋友 都在拆低点 我的看法是千万不要去拆 不要预设立场 严手顺势教育 怎么做呢 好好的运用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了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固定 剩下来就请你按表操课 就这么简单 对 那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马上回来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02-2506-6808 2506-6808 全国流淡品拍卖会 来着送20分美赞 珠宝明表名牌包 一折起雕 免收15%手续费 8月6日下午5点至9点 提前预览会 8月7日至9日 桃园胡蓉大饭店 抢购专线 0800-268-777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回言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专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芳 发发健康友芳 让您健康恩次芳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9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 鸿库播出 最深量商机 威力不可小触 你听我刚刚吃的新闻吗 待到这里 爱看青丝 就看青丝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吗 只要随时随地拿起手机 啊 明星卖萌大吉博 谁能比我可爱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动态 四十个小人物 You really reasonable 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下的 文字与家消息 先上网搜寻 三立新闻网 金埔体素 钙活力 没担骨存没防腐剂 好人都不会生病 金埔体素 钙活力 钙有啦 保养是关键 植物葡萄糖胺 加姜黄素 金埔体素 金埔体素 关键 金埔体素 买一箱 送四冠 要买要快哦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 2506 6808 2506 6808 2506 6808 欢迎回来 接下来看怎么当冲了 好的 金埔体素 告诉你对不对 自从开放10%的涨跌幅以来 其实每天的当冲 每天的高低点真的价差都很大 但是正确的方法很重要 每一次价差很大 如果你追高三滴 你就痛了 我跟你说 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台子取得十分钟 K棒是长这样 开盘是在这个地方 是红K棒 多方控盘 然后大户做多 散户做空 那当然就是要做多 当然是这样 金埔体素 但是往下掉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怪怪 为什么 空方控盘 大户改做空 散户改做多 就觉得大事不妙了 所以江老师是在这个地方 8475去放空 江老师秀扣讯给你 结果一放空之后 江老师是做加码的动作 这样碰下来 是不是就把早盘赔的钱 尾盘是不是全部尻回来 而且是连本代曆都尻回来 倩安老师真的没有三头六倍 我也是看到这些图形 空方控盘 大户做空 散户做多 我才敢加码空单的 江老师没有三头六倍 你以为我这凭感觉 我没那么厉害 一定是画面告诉我什么 我就发讯息给我的会员 给我的学员做什么动作 就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 没有人规定说 像今天的波动度大 就一定要赔钱 没有人是规定的 所以好好想一下 当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是不是应该运用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真的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固定 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 就这么简单 建安老师的讯息也是按照 图表而来的 不是我凭空想像的 这样了解 所以等下广告的时间 想一下 是不是江老师讲的有道理 那明天怎么办 不晓得要不要放假 要不要放假 会不会影响明天的操作 会的 我跟你讲 让大家冷静一天 没有卖压 如果假设大家放假的话 没有卖压 就不会跌 但是如果明天有开盘的话 来 这个数字很重要 多方可不可以再重新拿回 发球权 就是这个数字 你也知道嘛 就是区间的下源 如果区间的下源 站上了回去 大家都知道 支撑就变压力 压力就变支撑 因为它现在已经跌破支撑了 当然这个就是8430 就是变成一个压力 如果有本事 多方一定要把8430尻回来 如果能够尻回来 就有机会再往上去做弹身的动作 所以这个数字很重要 好 谢谢 既然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其他论坛 也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下午3点钟 与您再会 拜拜